四十多年了 四十年前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背着杀人的罪名 只身跑到了老沃山 恐惧 饥饿 疲惫 差点要了他的命 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救了他 是和他一起相依为命的外婆收留了的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他们心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依然决然地治好了 那个年轻人的伤 用无私的爱 来抚慰 那个年轻人受伤的心 那个年轻人 怎么一个忘不掉 年轻的姑娘 自祥的外婆 后来那个年轻人才知道 那个人没有死 只是误伤了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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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地人 把老峨山叫峨眉 那个年轻人 我认为就是峨眉山 改革开放以后 那个年轻人 曾多次地到峨眉山去寻找 明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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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云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行爱到永远 是这对年轻人 分离的那一刻 我默默许笑的诺意 秀哥哥 外婆 我会 四十多年的期盼 我会见了 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